大家好,有时候您可能会意外删除非常重要的讯息,并且您之前从未备份过它们。 现在的问题是,在没有备份的情况下,能否恢复已删除的讯息呢? 答案是,当然可以。 iPhone将数据保存在名为SQLite的数据库中,删除讯息时,讯息仅从已分配状态更改为未分配,但将实际数据保留在那里。 有一天,当您创建新数据时,未分配条目的空间首先被占用,并被新讯息覆盖。 接下来,在此视频中,我将向您展示如何无需备份即可恢复已删除的讯息。 要安全地恢复已删除的讯息,您需要第三方工具的帮助。 D-Bag是一个理想的选择,因为它可以彻底扫描iPhone中已删除或丢失的讯息,并通过几个简单的步骤对其进行恢复,只需按照以下步骤恢复已删除的讯息。 步骤一,在您的电脑上下载D-Bag,安装并启动它。 选择从iOS设备恢复模式。 步骤二,使用数据线将iPhone连接到电脑。 步骤三,在下一个弹出窗口中选择讯息数据类型,然后D-Bag将分析并自动扫描您的iPhone。 此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取决于电脑的性能和iPhone的存储空间大小。 步骤四,扫描完成后,所有讯息将按顺序显示在荧幕上,并且已删除的讯息标记有红色的删除图标。 选择您要恢复的讯息,然后单击恢复按钮。 借助iMyPhone D-Bag,无需备份即可快速轻松地恢复已删除的讯息。 此外,它还可以恢复iPhone上的其他数据类型,无论什么型号的iOS版本的iPhone。 如果您对数据恢复有任何疑问,请在下面留下您的评论,我们将尽力为您提供帮助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,请给我们点个赞,感谢您的支持,我们下次见。